警方报警,警方讲没有到二、四、四小时,不可以报警 然后一号他去报警,警方又讲,多三天你才来 报了警,你多三天,才来看你爸爸有无来没有来 他有收到绑票,然后他就在Facebook 等出来有个好行人介绍我,他来打电话给我求助 我马上看到这个案件,我就马上开始行动 第一个,他就讲他的卡在服务用,给人家用 GDI外买东西,他先利息给我,他的利息给我 他说要等三天,才可以正式采取行动 过后我们也不能再等,因为真的很急刚开 一个老板家的陌生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之下,我们就扣上去Facebook里面 希望有新人帮我,那冬天夫妇有新人帮我,那冬天夫妇有新人帮我 帮我们就有人介绍,还有一个单位 我们是,然后他有很好,很热心的出手相组 然后我们才可以在很快的时间里面 把所有的资料收集好才知道,才可以直接报我客气 那些服务用的警察,他都麻烦,叫我帮我采取行动 这个人,然后警方马上,当天晚上抓人 然后抓到了,就介绍网票的案 网票被弄杀的案,就给BJ 他报警在Tamadola,是属于BJ的区域 然后我就叫Ospi Nid,讲这个事件,他马上开始行动 这个事件开始,他怀疑他,没有事问他 我们,我爸爸,十多万年回来 然后我们知道SMS讲他的性格 所以我们开始接近了 因为我们在大体,我们开始わか는 所以,我们开始做了 大家 också做这个事件 大家,我们要从中央的设计 我们在这里有什么事件 我们在这里知道,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 咖啡店 我们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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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